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万维独报 我是Echo 中共十九大落幕一周时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首次带领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 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加薪 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制 和浙江加薪南湖红船 从而掀起了各地红色圣地的参观潮 不仅上海广东江苏等多个省份的 主要官员率队造访 民众也自发前往 就连习近平当年在深圳 莲花山下种下的一棵树 也迎来了大批的参观民众 5日上午河南省委书记谢福瞻 带领省委常委前往蓝考县 先到焦裕路干部学院瞻仰参观 大和客户端报道 河南兰考县原县委书记 焦裕路当年亲手栽下的焦童 与八年前习近平亲手栽下的习童 相互守望 河北省委班子向毛泽东 朱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毕时五大书记同像进现花篮 1949年3月 中国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毛泽东要求全党在胜利前面 要保持清醒头脑 在夺取全国政权后 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 务必继续保持谦虚 谨慎 不焦不躁的作风 此外 澎湃新闻报道 连日来参观一大和二大会址的游客 络绎不绝 就在习近平等领导人瞻仰后一日 约有4200人参观中共一大会址 较平时增约40% 而在中共四大纪念馆 两位讲解员嗓子都讲哑了 要馆长临时接气讲解 官方称 几天来 每天人数都在千人以上 至少要接待10个参观团 有些团人数达到三四百人 自从中共召开的19大以后 顾文贵的热度大大减弱 可以说是正在逐步淡化于大众的视线里 他的推特账户连续被封得七七 他的YouTube账户也不允许直播 11月7日 顾文贵再度接受一家 积极挺郭的海外自媒体的采访 顾文贵在采访中说 明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 他都不会爆料 他说 从现在到明年3月 是新旧政府的交接期 他曾爆料的王岐山和孟建柱等人 仍在政法系统掌握很大的实权 现在他们这些人正想利用他的爆料 把他引向反习主席的方向 他不会上当 他一再重复 他会坚持三不反 不反中国人 不反国家 不反习主席 今天他甚至声称也不会反党 日前朝鲜正在大局拆迁 中朝边境鸭绿江边的建筑物 消息人士称 朝鲜当局要将中朝边境线 建设成第二条三八线 有分析称 只要拆迁完成 鸭绿江边境很有可能变成 类似韩朝的军事分界线 朝鲜此举一次透露了中朝决裂的意味 日媒Asia Press报道称 朝鲜日前正在大局拆迁 两江道 惠山市一带中朝边境 鸭绿江边的建筑物 报道引述多位消息人士透露 鸭绿江边的住宅区及公共建筑 正在大局拆迁中 住宅被强制拆迁的居民 按人民班别 分别安置到其他人家 或者临时居住到亲戚家中 报道称 这次拆迁作业是金正恩当局 为阻止朝鲜居民脱北、走私 以及切断从中国流入的外部消息 而出台的紧急应对政策 消息人士指 特别是这个地方是脱北走私最为密集的地区 因此朝鲜当局想将此处建立成安全地带 要求将中朝边境线建成第二条三八线 有分析称 只要两江道的居民区及建筑物的拆迁完成 鸭绿江边境线很有可能会变成 类似韩朝的军事分界线 平壤政府将在此对中国进行有效监视 昨天比美国德州枪剑更为惊爆的 是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又投放的一枚原子弹 一枚名为Paradise Paper的天堂文件 把全球政要、商甲、娱乐明星等 所谓的精英人士联系在了一起 香港Q1与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合作披露的天堂文件 再次将中国知名女星赵薇和她的丈夫黄有龙 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1976年出生的中国金融大鳄黄有龙 于2008年迎娶大陆艺人赵薇后 其身份才引起外界关注 当时传媒报道 黄是广州增城金叶子温泉度假酒店的创办人 据报道 黄有龙是26间香港注册公司的董事 其中有6间名称与一带一路有关 赵薇则担任4间香港注册公司的董事 赵薇曾被福布斯评为中国最富有的女演员之一 在2015年新财富500富人榜 与2016年胡润全球富豪榜 赵薇夫妻凭借10亿美元的身家 成为唯一入榜的明星 2014年底 赵薇和丈夫黄有龙以30亿港元入股阿力影业 成为第二大股东 至少赚取了17.888亿港元 报道说 去年开始赵薇开启了一把更大的博弈 准备以6000万人民币的自由资金 以50倍的杠杆实现一场收购 今年3月21日 大陆新京报发表5000多字的长篇报道 赵薇和他背后的隐形富豪 详述赵薇夫妇的发家史 指两人资产总计约57亿人民币 但资金来源沉迷 并解密黄有龙的神秘身份 文章还梳理出 马云 王健林 王林等都是赵薇夫妇 人际网络的重要人物 分析认为 赵薇的龙威传媒与肖建华旗下的公司的关联被披露 与万家集团的股份转让事项被终止 背后的资本路线图被起底 以及涉赌资金遭曝光等等 显示背后的内幕不简单 赵薇夫妇与其背后富豪朋友圈的 未来命运充满变数 中国5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3号仪运载火箭 以一键双信的方式 成功发射了第24颗第25颗北斗导航卫星 开启了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全新网络时代 按照中国国家的计划 中国的全球定位系统的定位能力到2020年将和美国相当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中国的导航将不再依赖于美国的GPS 意味着中国的导航系统可以准确无误地满足自己的导航 飞机、飞行器、船舶及平时的各种导航定位需求 美国将在这方面对中国不再有任何的话语权 除此之外 其他国家也不再只有GPS可选 世界各国都可以使用北斗导航的信号为他们提供服务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影响力也将因为北斗系统的广泛应用而得到大幅提升 中国北斗系统还有一个GPS完全不具备的功能 那就是可以发短信 这一功能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就起到了救命作用 未来有了这个功能可以实现很多的扩展功能 这是中国导航系统比GPS强大的地方 美国总统川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两天的会谈中确定 要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 遏制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发展 川普还建议日本可以使用美国制造的武器击落朝鲜的导弹 川普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公开表示 他与安倍首相都认为 如果朝鲜试射导弹飞越日本领空 日本可以使用美国产的武器击落朝鲜的导弹 川普说安倍首相在增加购买很多美国军事装备后 他会直接把朝鲜的导弹直接从天上打下来 就像我们前几天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空中拦截那样 你们都看到了 川普指的是沙特军方上周六拦截从野门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美国总统川普首度访问日本 下午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 双方在共同记者会中强调 日美将会共同主导并与国际社会紧密合作 对朝鲜施予最大限度的压力 川普表示朝鲜进行核武试验 朝向日本领空发射弹道导弹 对国际社会的安全造成了重大威胁 绝不容忍 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他强调不是自己的发言太强硬 而是美国在过去25年的发言都太过软弱 驻日美军有5万人 驻韩美军也有33000人 美日将共同为两国的防卫合作努力 不过面对记者提问 是否可能直接对朝鲜动武 川普并没有直接回应 安倍则表示 在这两天双方屡次接触中 充分的时间分析了朝鲜的最新形势 对今后的方针见解完全一致 日方一向支持川普将所有选项摊在谈判桌上的立场 他再次强调美日之先百分之百紧密的合作 日方在会谈前也发表日本独自追加朝鲜的制裁措施 将由明日起冻结朝鲜35人个人与团体的资产 此外安倍在记者会中提到 维持并强化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海洋秩序 对地区的和平和繁荣至关重要 每日达成共识 加强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 是安倍为抗衡中国而设定的外交方针 中国将于12月3日至5日 在浙江乌镇召开第四届互联网大会 11月底至12月6日 乌镇将再次处于全封闭的环境中 有网友认为中国的围墙越来越高 世界互联网大会实质是局域网大会 应当予以抵制 此次大会将以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开放共享 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 围绕数字经济前沿技术 互联网与社会 网络空间治理和交流合作 等五个方面进行探讨交流 近年来当局对网络的管控不断加强 不久前还屏蔽及时通讯软件WhatsApp 引起很多网民不满 深圳网民就认为 中国的互联网是局域网 对其召开的互联网大会 应当予以抵制 本身中国就是个局域网 根本不能联通世界 中国的互联网是隔断联通的互联网 不是加速世界信息传播的互联网 应该抵制才对 世界各国不应该来参加 以上就是今天的万维独报 谢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别忘了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